蒙孙会长 我们爱您 敬重您 也全心支持您 这项与传道服务有关的宣布实在鼓舞人心 深具历史意义 我还记得在1960年得知男青年去传教的年龄 从20岁降到19岁时 心中无比兴奋的情形 我蒙召唤抵达英国传道部传教时是20岁 传道部里第一位19岁的传教士是杰弗瑞赫伦长老 他是一位杰出的胜利君 当时他还差几个月才满20岁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有更多19岁的传教士来到我们传道部 他们既服从又忠信 使事工大有进展 我深具信心 知道有正义又愿意投入的传教士履行救主的诫命 前去宣讲他的福音 我们将来必定会得到更丰富的收获 在我看来 各位新生的一代比以往各世代的准备都更完备 各位在经文方面的知识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 各位的世代在准备传道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和教会全体成员所面临的挑战相同 我们都有所察觉 知道世上多数的文化并不利于正义或属灵的承诺 古往今来 每位领袖都曾对世人发出警告 教导悔改 摩尔门经中 小阿尔玛曾对人民当中出现的邪恶和对福音的不冷不热感到忧心 因而辞去尼菲仁首席法官的职务 全心投入履行先知的召唤 经文中最具意义的其中一段就是阿尔玛所说的 如果你们体验过新的变化 如果你们曾觉得要唱救赎之爱的歌 我要问 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 世界各地的领袖普遍认为 本教会成员 尤其是男女青年 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 然而 领袖们也一直担心两件事 第一 这世界变得越来越邪恶了 第二 部分成员对福音漠不关心或不冷不热 他们寻求中故 想了解如何帮助成员跟随救主 使他们达到深入且持久的归信 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问题 在数世纪后依然如雷贯耳 尽管我们在这个福音期已领受了许多事物 包括复兴的耶稣基督丰满福音 圣灵恩赐 以及来自天上的种种祝福 阿尔玛所提出的挑战在今日仍十分重要 乔治斯密会长在太福彭孙会长于1943年蒙召唤为使徒后 不久 对世人提出了这项劝诫 你的使命是要一切和善的方式向世人呼吁 悔改是医治这世上各种病症的万灵丹 先知提出这项呼吁 正是世人饱受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楼令之时 今日道德沦丧已越来越严重 有位著名的作家曾经说 每个人都知道今日的文化对人有害 却没有人愿意去改变 今日文化中的音乐 娱乐 艺术等经常出现 对暴力与不道德事物的描述 其严重的程度前所未见 有一位受人敬重的进行会学者 曾对这种现象做了精辟的说明 他说 整个文明世界用以抵御邪恶的 灵性免疫系统已经严重受损了 教会里有些成员无法正面回应阿尔玛的这个问题 我们并不敢意外 他们现在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人处在灵性沙漠中 有的人则感到愤怒 伤害 甚至幻灭 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形 你得去想一想 为什么你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人陷入灵性沙漠中 或对福音不冷不热 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严重的罪 而是做出不明智的决定 有些人对圣约轻忽怠慢 有些人则活太多的时间 在不重要的事物上 还有人容许激进的文化或政治观点 削弱自己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忠诚度 也有些人沉迷在网路中那些强大 强调夸大并捏造教会早期领袖缺点的报道 然后忘下错误的结论 使自己的见证受到影响 还好这些人都有悔改的机会 灵性上也都能得到更新 沉浸在经文中对滋养灵性非常重要 神的话会激励人心信奉福音 并付诸行动来治愈受伤 愤怒和幻灭的感觉 如果我们对福音的渴望因任何原因减少时 解决的方法其中一项就是悔改 信奉福音和悔改两者息息相关 路易士是一位努力且务实的基督教作家 他提出的看法常常刺重人心 他主张说基督教劝告人们悔改 并带给他们宽恕的应许 但是除非世人先知道 并且觉得自己需要被悔改 否则基督教对他们不具任何意义 他说只有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才会听从一声的吩咐 先知约瑟也指出 我们在受洗时 有可能处在善恶的中立状态 但是加入教会后 我们就加入了服侍神的阵容 如此你就脱离了中立状态 无法再回头了 他的这番话 是要我们永远不要离弃耶稣基督 阿尔玛也强调 借由耶稣基督的赎罪 慈悲的臂膀 以向悔改的人伸出 他也提出一项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是否已准备好迎见神 我们是否保持自己无可指责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诚实这些问题 小阿尔玛不愿听从他忠心父亲的劝告 之后经历了戏剧性的改变 领悟到自己多么需要宽恕 并了解高唱救赎之爱的歌的意义 虽然任何未减损我们信守福音的事物都不容忽视 但是其中有两项最为普遍影响也最大 第一是刻薄暴力和家暴 第二是信犯罪和不结的思想 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偏离福音的罪魁祸首 我们如何对待身边最亲近的人是一件大学问 家中的暴力 虐待粗暴和不敬都不应予以接纳 这一点成人和年轻人都一样 我的父亲虽然曾在教会中不积极 但他在各方面 尤其在对待我母亲这方面树立了绝佳的榜样 他以前常说 神会要求男人为他们妻子留下的每一滴眼泪负责 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也强调这同样的概念 越代配偶儿女的人 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 尽管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 也不论我们的父母是否曾不当对待我们 我们绝不能对任何人在身体 情绪或言语上不当地对待 建立善良的社会风气 今日更显迫切 而这项工程是从自己的家中开始 家庭结构的瓦解 带来相对社会风气的沦丧 这一点以步不足为奇 因为家庭是建立爱和灵性的基础 家中能营造和乐的气氛 就能使人更加信守福音标准 有恩爱在我家庭 片处都尽美 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 性犯罪和不洁的思想与救主定律的标准相违背 我们从本福音期开始就被提醒 性犯罪会是本世代最大的问题 若不悔改 这种行为会导致灵性干枯 并使我们失去奉行福音的力量 电影、电视和网路上经常藏有不洁的信息和影像 迪特·乌西多会长和我最近前往亚马逊叢林里的一座村落 看到那些连最简单的小屋子都装有卫星天线 我们很高兴看到那个偏远的地区也能接收到资讯 不过同时也看到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被色情 威胁、淫荡、挑情的影像所入侵 这就是为什么色情已成为我今日最严重疾病的原因 最近我和一位15岁大的年轻甚至持有人谈话 内容颇有深度 他让我了解到在这个网路时代中 年轻人只要稍有不慎 就会接触到不洁甚至色情的影像 他提到对于教会教导的大部分原则 社会大众多少都会同意 违反这些原则会危害身体健康和社会福祉 他也提到有年轻人抽烟、吸毒、酗酒等等的问题 可是他也注意到 这个社会上却没有人会对色情或性犯罪 提出强烈的抗议或警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位男青年的分析是对的 但是解决之道在哪里呢 多年以来 先知和使徒都已教导我们在家中奉行福音的重要性 为人父母的经常参加教会聚会和活动 尽管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但绝不足以取代你们旅行 教导子女过有道德的正义生活 并且正直地行走在主前的这项神圣职责 基于今天早晨 孟孙会长宣布的事情 你们必须在家中忠信地完成这项职责 让家庭成为仁慈宽恕真理和正义聚集的避难所 这件事非常重要 为人父母的必须有勇气筛选 网机网路 电视电影和音乐的使用 父母亲必须有勇气说不 有勇气捍卫真理 并且做有力的个人见证 你们的儿女需要知道你们对救主有信心 知道你们爱天父 并且支持教会领袖 成熟的灵性必须在我们的家中蓬勃发展 我希望所有的人在离开本场大会时 都确实明白 今天世上的道德议题必须在家中解决 主教 圣职和各辅助组织的领袖要从旁协助 务使家中确实教导属灵的原则 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应在这一方面提供协助 尤其对单亲家庭中的下一代更是如此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男青年很认真地问我 教导并保护年轻一代对抗色情和不洁思想 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他强调在某些地区 再出集会就开始教导儿童 都不算太早 很早就接触到色情的男女青年会害怕自己 会因此失去传教和定律圣约的资格 这使他们的信心因而受伤 我要向各位年轻朋友们保证 正如教会所教导的 透过悔改 你们能再有资格获得上天所有的祝福 这就是救主赎罪的目的 请和你们的父母 或者你们信任的青年领袖谈谈 也请征询主教的意见 谈到道德议题时 有些成年人相信 只要他们忠于一项重要的慈善计划或原则 就不需要跟从救主的教导 他们对自己说 只要我待人和善宽大有爱心 信的不但行为就只是一件唯不足道的小事 这样的想法是可怕的自我欺骗 有些年轻人告诉我 现在的文化并不鼓励我们在各方面 包括依照正义原则来生活 投注权利 请不要掉入这个陷阱 请不要掉入这个陷阱 洗礼时 我们承诺要承受耶稣基督的名 决心侍奉他到底 这项圣约要求我们付出勇气和努力 奉行承诺并行为正直 这样我们才能继续高唱救赎之爱的歌 保持真正的归信 回顾历史 有一位参加1924年法国巴黎奥运的英国籍选手 为坚定不移奉行承诺立下了万事的典范 艾瑞·李德是一位在中国服务的苏格兰传教士的儿子 他的信仰坚定 他触怒了英国奥运团的领袖 原因在于即使遭受巨大的压力 他仍断然拒绝参加一场在星期日举行的百米浴赛 最后他在400公尺竞赛中得到冠军 李德拒绝在星期日参赛的榜样 尤其能带给我们骑士 世人对李德光荣表现的描述跟纪念 让人想起以赛亚的话 他说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李德的行为对我的小儿子影响深刻 使他决定不在星期日从事体育活动 更重要的 使他决定远离不正义和世俗的行为 他在毕业纪念册上也引用以赛亚的这句话 艾瑞里德为世人留下奉行福音的勇力典范 只要我们的青少年跟从孟孙会长的忠告 准备去传教 只要我们遵循救主教导来生活 准备好迎见神 就等于赢得了一场更重要的比赛 我们会有圣灵引导向属灵的目标前进 若有任何人的生活混乱持续 请记住 以救主的赎罪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和生活方式 此事永不咸持 我要引用以赛亚的话说 你们的罪虽如珠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眼 必白如羊毛 我诚恳地祈求 我们每个人都能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 让我们现在就能感受到圣灵 好让我们能全心高唱救赎之爱的歌 我见证救赎赎罪的大能 奉耶稣救的名 阿们